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题主要是智慧程式跟智慧运输 其实这张简报9月28日有参加端讲的时候 这张是我简报之后 我大概是延续当时候的一个概念 来陈述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构想 其实这个学期开始在学校教智慧程式跟智慧运输 的一个最大的感想就是 其实同学们对都市的生活并不是太了解 怎么说呢 他可能不知道其实用公共运输 在高雄用公共运输并不困难 因为我们有一个很智慧的APP 它可以告诉你公司什么时候到学校 虽然说在这个运行上面 它的班次或什么可能不是那么的密集 可是它有一个可以参考的依据 它是改善你生活上很多不变的一个工具 另外我们也遇到很多的问题 包含像是我们对环境的不熟悉 比方说博二就在旁边 可是很多同学是不了解博二的发展历史 这也是我带着同学们出去之后才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都是它有很多的可能性 它就像是一个容器 但是它不是只有中海生活 它也有各种的问题发生 其实在我们这个学程里面 还是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借助一些先进的智慧科技 来改善这些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这些科技跟技术呢 是不是绝对其实可以再去思考 因为发现问题找到适当的工具 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那因为这样子呢 我们在这个学期开始 整个学程 这是我们这个智慧城市跟智慧运输的整个学程 开设了这些总共有15门的课程 那里面也是主要呢 我还是把它安排在于说 让同学可以去挖掘问题 然后了解现今智慧城市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它可以用的科技是什么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来构思我们的课程 那这一次呢 我们在安排这个基地的时候呢 是选择在台北市 那其实选择台北市是非常有道理 因为其实智慧城市最运输在近5年 是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 可是各位可以发现 真正有的在落实或在执行的 其实是在台北市 有一些是在新竹市 那即使像台南高雄 喊了很久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是实际上的作为还是比较缓慢 没有那么快速 那台北呢 过去他们在这个 这几年成立一个这个 智慧城市专案办公室 那专案办公室呢 它透过一个公司协力的方式 来去做很多创新提案的尝试 也让台北市变成目前 最多这个智慧城市创新提案的一个城市 所以呢我们预计呢 是带领各位 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 到底智慧城市 它在操作的过程 还有它实际 实践的过程当中 的样态是什么 它遭遇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呢我们会带各位 再去参观这个文博会 那透过这个文化跟创意的这些展览 来激发各位的灵感 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智慧手段 跟创意手段 来对我们目前设定的这个基地 提出一些想法 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运用很多的 这个智慧的方式来做移动 包含像是你使用这些智慧APP 来看这个公车的这个班次 或者是预约这个Uber 叫你去体验 在一个大都市里面 如何智慧的移动 那其实呢在我的客人当中 我从来都不限制各位使用手机 所以各位如果现在方便的话 可以打开你的手机 用你的QR Code 掃描这个上面的这些资讯 其实呢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在这个台北市智慧城市 最大帮助室的一个成果 2018的成果 因为今天只有6分钟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最棒是其实在过去 几年里面做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大家可以透过这个QR都看到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他们呈现了很多的成果 有的连上啊 OK 那在整个的推动过程当中呢 他们也把他们的整个成果整理出来了 他们总共推动了124案 那当然呢 目前这个推动中是有15案 然后转案有109案 他的涵刮的范围是非常的广泛 那我们预计呢 就是来去参观他们的一些 已经完成的转案 还有一些执行的转案的状况 那第二个呢 其实在这些 应用这些智慧科技的时候呢 文化跟艺术呢 是构成一个城市伟大的 一个最大的部分 那其实呢 在这个透过这个 参与文博会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可以让 参加这个工作坊的同学 可以多一点灵感 来看看人家怎么样去透过设计的方式 来解决一些 我们生活上遇到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呢 待会儿 陈董事长这边可能会再 为我们做一些说明跟介绍 那这次呢 其实一开始的基地呢 我们是把它设计 把它设定在这个保障岩国际艺术村 陈董事长所说的 一开始所说 我们想要让同学 就是可以亲身的去 发现一些问题 那保障岩这个地方 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地方 那目前呢 他大概是有三个主要的空间 一个是居住空间 一个是进住空间 一个是青年会所 那这个是他的介绍 各位有兴趣也可以连进去 一边看 一边听我讲 那其实呢 这三个部分呢 他们在实用上 或多或少 在融合的过程当中 也是有一些冲突的问题在 或者是说 在现况的环境上面 也是有一些问题存在 那我们希望 透过在外地的这些参访之后 让同学们 在这个地方生活 去发现他一些问题 然后提出一些 简单的构想 来解决 这里生活上的一些 现实的问题 那这是目前的一个 初步的构想 那大致上 我们在这个规划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 三天两夜的课程 那各位可以看到 大概第一天 我们会去最城市 主要保障室 他请他们做一些解说 还有一些现况的 案例的这个 这个导览 那第二天呢 大概是文博会 跟这个 这个在保障岩 这边 做一些活动 那最后呢 是一个成果发表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移动到保障岩 或者是说这个 移动到这个 文博会场 其实我们是 在这过程中 我们是希望大家 去使用所谓的 这个智慧运输的方式 来抵达 那当然这过程中 我们会再发展出 类似像刚刚这个 杜老师这一组的 这些创意的地图 甚至说 让他们在这个 活动的过程当中 在寻找这些 智慧城市 专案发生的地点 的过程当中 可以去绘制成一个 智慧城市的地图 等等的方式 来强化整个 工作坊的这个 有趣性 还有内容 那大概是这样 目前我们这个 这个课程的构想大概是这样 所以大家就 背起你的背包 我们一起去台北 好 谢谢大家